欢迎光临本准屋 把我知道的故事告诉你 把你产生的恐惧卖给我 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看的节目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非法意图 更何况是电视节目的模仿犯 在我九岁的时候 非常爱看一部电视节目 节目里有真人演员 和穿着动物玩偶装的演员 既有趣又具有教育意义 但我并不想透露那部节目的证明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会发生 并不是那个节目的错 所以以下我便会称它为Nshow 当时Nshow已经播出多年 而我也当了好几年的忠实观众 每天放学 我会和姐姐史嘉雷 和我最好的朋友布兰迪 一起坐在我家的电视机前 这是属于我们的仪式 每天我们都会坐在一起看Nshow 有时候妈妈还会为我们准备点心或水果 在中途播放广告的时候 我们会不停地讨论着那些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生活小事 我记得事情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那天是星期五 史嘉雷在一本杂志中 找到Nshow的有奖政大活动 主要是要回答一些关于Nshow的问题 而头奖竟然是迪士尼乐园的门票 更棒的是 答对所有问题的参加者 可以成为Nshow粉丝俱乐部的会员 当天看完电视后 我们马上就挤在沙发上 开始作答 里头的问题非常难 他们问了许多很久以前的节目细节 要是没有史嘉雷 我跟布兰迪根本没办法顺利作答 之后史嘉雷跟妈妈要了邮票和信封 我们将答案装进信封里 还附上了姓名与详细的联络方式 史嘉雷还告诉我们 三封信的答案 不要全都用一样的剧情写 这样才不会被当成作弊 信件送出后 我们每天都会冲到信箱旁 期待收到我们的Nshow会员会账 过了好一阵子 冬天到来 我们不再每天检查信箱 因为我和史嘉雷 已经对Nshow失去兴趣了 但布兰迪还是很喜欢看Nshow 依旧每天放学来我家 唯一不同的是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看那个节目了 而我则是坐在他旁边 看史嘉雷的旧杂志 初春来临 我记得院子里种着郁金香 我因为偷采了两树郁金香而被妈妈骂了一顿 但在骂完我后 他递给我一封正方形的小信封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背面印着欢迎加入Nshow粉丝俱乐部 信封里头没有太多东西 只有一张欢迎我加入粉丝俱乐部的传单和一张会员卡 会员卡上写了我的名字 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Nshow标志 他用黑体字写着Nshow粉丝俱乐部 下方则用更大的黑体字标示 会员 霍兰迪也跟我一样 在同一天收到信件 他高兴得不得了 而这情绪也让对Nshow失去兴趣的史嘉雷小小的嫉妒了一下 但这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两天后 史嘉雷收到了自己的会员卡 从那天起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收到关于Nshow的传单 上头有一些照片 资讯和角色的背景介绍 有时候 传单上还会叫会员多推广Nshow 以及叫我们注意关于Nshow巡回旅行的活动 不论如何 宣传效果奏效了 我和史嘉雷要再次爱上这个节目 而且 从收到信件的那天起 我变骄傲地把会员卡装进我的皮夹 并再也没有错过任何一集节目 6月中 我们都收到了两张传单 第一张就是平常会寄来的 第二张则是一份广告 Nshow游览车来巡回了 这是你成为高级会员的机会 游览车将会在下礼拜天来到我们居住的城镇 更令人兴奋的是 妈妈同意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广告单上没有太多细节 而在当时网络也不盛行 上头之鞋 他们会在下午一点抵达 节目修里的主要演员 都会在场 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只要完全四个以上的游戏 并可升级为高级会员 不止如此 还能得到一张全新的金色会员卡 这次的等待 成为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日子之一 我 布兰迪和史嘉雷 每天都计划着该怎么跟每个演员拍照 我还暗自期许 自己能在Nshow的知识测试游戏中赢过史嘉雷 活动的前一天 史嘉雷到他朋友家参加生日派对 并且在那儿过一晚 朋友的父母会在隔天中午12点送史嘉雷回家 隔天 大约中午12点半 布兰迪跑到我家 就像他每次来我家的样子 他敲敲门 然后我开门让他进来 他非常兴奋 说着想要早点到会场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而他的妈妈 愿意陪我们三个一起过去 但史嘉雷还没回家 达到史嘉雷的朋友家也没有人接电话 时间又稍微往后推移 布兰迪妈妈来访 并说着我们差不多要出发了 这样排队才不会等太久 但我妈妈则说 我们应该要等史嘉雷回来 这时布兰迪开始发脾气 他认为如果我们太晚抵达的话 就没办法拥抱所有的演员 于是 布兰迪的妈妈决定开车载他 虽然我想要跟着一起去 但是妈妈说他等等会载我和史嘉雷过去 我觉得自己好像因为史嘉雷的晚归而错过了什么 于是我也开始哭闹 但这一点一用都没有 史嘉雷大概在1点40分才被送回来 我简直气炸了 但是妈妈说 如果我现在生气的话 那我们连去都不能去了 20分钟后 我们抵达停着游览巴士的停车场 远远就能看到一群人 但我却没看到任何演员 靠近后 才看到每个演员手中都拿着 N秀巡回旅行的传单 放眼望去 群众里几乎都是家长 他们站成一个半远行 面向停车场的边缘 有些人面带忧虑 有些人则在大声谈笑着 我妈妈找到布兰迪的妈妈 她在半远行的另一边 而她正是其中一位 面带愁容的家长 她告诉我们 稍早一台巴士和所有 身穿玩偶装的演员都在这里 大巴士上印着N秀的标志 演员则在发糖果 其中一颗动物造型的演员 告诉家长们 他们在城外布置了一个场景 可以和电视剧里的演员 一起拍一出小短剧 他们必须先用巴士 把小孩载过去 当然 孩子们都非常兴奋 但有几位家长反对 于是剧组 让三四位家长一起同行 这让那些反对的家长冷静了下来 而下一班巴士应该很快就会抵达 再带剩下的人一起过去 当我听到布兰迪的妈妈这么说时 我比先前更加期待了 甚至还跑到街上 四处张望巴士的身影 这样我就能第一个上车了 当时 我没有注意到布兰迪的妈妈担心的神情 同时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警车来到这里 在星期一的N秀节目上 其中一个角色在荧幕前告诉我们 请家长一同观赏这集节目 而妈妈一早就坐在我和史家里身边了 那个角色说出了事实 N秀从来就没有粉丝俱乐部这种东西 从来都没有 那个礼拜 布兰迪的父母一直在哭泣 但我依旧肯定布兰迪还好好的 只是因为太好玩了 所以他不想回来 一定是玩得太疯了 所以他一直没有回来 他只是 忘了要回来 在那个星期五 一个小包裹被送达 那是给布兰迪的粉丝俱乐部高级会员卡 卡片是金色的 并有大大字体写着 高级会员 包裹里头还有一卷录影带 仅一分钟长 那是布兰迪在城外布景所拍摄的一分钟实录 嗨妈妈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我真希望你也在场 真可惜其他人迟到了 我相信他们也会喜欢的 我相信他们也在场表演 就会帮着他们以下来 对我真可可 我的天啊 î